现在我们有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个生意 首先你不再为任何人工作 你拥有自己的生意 我称之为夫妻零售专卖店 这是你自己的专卖店 自己家经营的店 这个生意有零售的成分 你卖出去一样产品就能赚一点钱 但是我们的大多数时间不是花在零售上面的 你们也可能了解过 在开始的时候是要做两百分 这是我们的标准 我和贝斯推荐任何人加入 都会要求他们做两百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我们就要有一个良好的开始 我们知道该做些什么 但是他并不知道 我们要引导他给他一个要求 在加入的前三个月里做到两百分 这样我们可以拿到50美元的零售收入 这是基本的标准 懂得这个思路之后 他会对他推荐的每一个人 有着理所当然的期待 这是做这个生意的基础 我对他们有更高的期望吗? 也不是 在做这个生意过程中 我们出去讲计划 很多人会拒绝加入 但是我们给他们购买产品的机会 我们发现在真正努力经营自己的夫妻零售店的人 他们大多每个月至少做到三百积分 那是不是说如果你加入了我们的团队 但是你每个月的积分不到三百分 我们就会看不起你呢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告诉你基准在哪里 重点是我们不是说人们要天天出去卖产品 我们要寻找的不是销售高手 而是愿意尝试产品的人 我们的产品只要试过的人都会喜欢 我们会忍不住向别人推荐 所以我们只要让人们试用产品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给人们品尝不同口味的能量饮料 他们说哇太棒了 这是从哪买的呀 我跟他们说我给你们一个网购地址吧 其实就是我自己的网站 或者跟他们说我看看我的后备箱 那里可能就有一点 我们就是这样销售产品的 那些拒绝生意计划的人 因为我在跟进的过程中提到产品 他们一个月贡献800到1000分加上零售利润 所以不要一收到拒绝就开始哭着跑走 培养顾客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可是介入自己的夫妻店零售 我们可以出去推荐更多人加入 从而建立一个由夫妻店组成的生意机构 你的生意里有越多夫妻店 你的生意积分就会越高 达标的奖钱越高 你能赚到更多钱 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 这就是这个生意的零售部分 要经营夫妻店 其实非常简单的 大概就是我刚刚说的样子 但是学会与人共事却没那么容易 你们有多少人从事过销售工作呢 我就做过销售 我有销售背景后 他跟我说 你就有两个不利的因素了 你做这个生意肯定不容易 我觉得他是跟我开玩笑 因为他也有销售背景 事实上我也做的不容易 我努力推销这个生意 我也推销的非常好 因为我是训练有素的推销员 所以在加入后的六个月里 我把这个生意推销给很多人 拥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机构 但是里面的人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向他们推销这个生意 让他们相信加入这个生意 是一个好主意 他们没有意愿去主动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成功的把这个生意推销给他们 我还得每天把需要做的事情 推销给他们 如果什么都需要我一个一个的推销 我的团队永远都不会壮大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要寻找的不是推销高手 我们只要出去分享我们的故事 我们要寻找什么样的人呢 这一点非常重要 你们好好听着了 我们要寻找那些认同我们的人 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们已经在做一些我们在做的事情 克服被人拒绝的本事 并不能决定你的生意规模 你要寻找的是那些已经认同你的人 认识到这一点 那就什么压力都没有了 首先你要明白你不是为任何人工作 我们有产品的供应公司 但是你是一个独立生意人 如果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人加入你的生意 你要让他们明白你做的是自己的生意 你和一个国际供应公司有着生意往来 如果别人问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 这是很好的问题 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呢 你可能会说我的公司没有名字 那我建议你起一个名字 在别人问起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自己公司的名字告诉他们了 比如我们的姓氏是史密斯 所以我们公司的名字叫做史密斯联合公司 我们选择了这个名字 把它印在名片上 如果你想显得专业一些 我建议你们印一些名片 你也可以与领导人咨询一下 看看你应该怎么做 制作名片不用花太多钱 也不必做得很精致 你可以和领导人咨询一下 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公司有了名字 名片也印好了 接下来给自己的公司开一个专用银行账户 很多人都不会为这个生意单独开一个商用账户 他们没有把它看作一个生意 用自己的私人账户来经营 而他们在自己的生意里购买产品 使用的是自己的私人账户 他们觉得自己花了很多钱 觉得做这个生意一直在亏钱 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你在挪用自己的钱 为什么你会陷入这样的局面呢 我知道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自己的生意 所以你不会有这方面的概念 我今天想给你们一点指引 这样你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现在看一看 我们要花大部分的时间做的事情 也就是建立自己的夫妻店生意机构 这么多年来 我们几个老家伙常常吐槽 结立很多年前跟我说 话说很多遍人都不听的 你不跟他把话说十遍 你就当没说过吧 后来我发现 有些话你要说到自己都厌烦的程度才足够 后来我又发现 不仅要说到你自己觉得厌烦 而且要说到你的团队也觉得厌烦 然后他们出去跟别人说 这才算足够 我有很多话都说到自己的团队厌烦 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但是只要我和贝斯推荐新人 我们就给他们两个工具 如果他们加入了这个生意 我们都希望他们成功 如果他们想要有良好的开端 他们就必须用上这两个工具 第一个工具是一本书 叫做《大思想的神奇》 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 多年以来我都送出去了 好几百本 在这个生意内 在这个生意外 我有一个文件夹 里面都是读过这本书的人 给我的来信 他们告诉我 这本书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如果你们好好读一读的话 你们的人生也可以改变 盯着书的封面 却不会改变你的人生 另外一个工具是情况说明 包括有几张CD 这是打基础用的材料 包括一格加速的欢迎致辞 解释如何做这个生意 如何做一个成功的起步聚会 为自己的零售生意打下基础 这是每个人都用得上的基本信息 我和贝斯推荐的每一个人 都会拿到这两个工具 这也代表了我们的善意 象征着我们的合作关系 对于新加入的人 我想强调 左边是梦想和目标 然后另一边是你的名单 这个生意的根基 在于左边的梦想和目标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有些人也像我以前一样 我第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 台上讲话的人花15分钟 20分钟大谈特谈梦想 我坐在台下想 别再说了 太烦了 赶紧说一下怎么做法 怎么找到零售顾客 怎么让别人听我们的计划 赶紧说这些重要的内容吧 在两年的时间里 我每次参加聚会 都在台下担心这些问题 如何做邀约 如何讲计划 如何做跟进 每一项我都要做到最出色 我讲计划要比任何人都厉害 做跟进的时候 我要知道所有质疑的解释 所有问题的答案 我要好好研究跟进的对象 我要成为专业人士 我的准备工作做到什么程度呢 我为每一个疑问 都准备了五个答案 可是我准备了那么多的答案 却从来都没有用过 我现在做跟进的时候 他们说 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时间 我会回答 也许你是对的 但是也许你是错的 天哪 如果你是错的 你有从不尝试 那真是挺可惜的 因为你丢失了你的梦想 我不需要用五个答案 让他相信 他其实有足够的时间 因为我也曾经用同样的借口 拒绝过伯特 伯特并没有试图说服我 他只给我两个录音带 杰里·美杜斯在讲话中 说到他每天被孩子掀辈子叫醒的体验 周末孩子会爬上床 跟他一起睡 杰里的故事真正打动了我 于是我再去找伯特 而且我还带着推荐对象 在前一天晚上 我拒绝了伯特 但是伯特并没有尝试解答我的所有疑问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内心深处 我认同他的话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 都是雇员向线 或者自雇向线的人 他们通过出卖自己的时间来赚钱 他们大部分的人都缺乏留给自己时间 有多少人会在下班之后回家说 哎呀 我觉得太无聊了 赶紧有个人来给我介绍个生意吧 这样我就有事可做了 有这样的人吗 没有啊 肯定没有这样的人 我们每天都忙得不行了 这时候有人来让你做其他事情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所以我无法再多赚钱 我自己的时间已经卖完了 我的妻子每个星期卖掉90个小时 我自己每个星期卖掉60个小时 直到多年之后 我才意识到 我有每年赚三万美元的时间 却没有每年赚一百万美元的时间 这句话好像哪里不对啊 我现在觉得这句话非常愚蠢 但是从雇员和自雇向线的角度来看 这句话很有道理啊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在讲计划的时候 要说清楚这一点 我们知道 大部分在雇员向线的人会想 我要有那么多时间 才能赚那么多钱 但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 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 无论如何 我很努力的学习 所以非常善于解决疑问 讲计划 做邀约什么的 我都非常出色 我是非常专业的生意人 有一天 我去找伯特 我跟他说 伯特 我对如何做这个生意的认识 超过你团队里的所有直系 伯特也表示同意 他说 你说的没错 你的确比他们更清楚 但是不要忘记 他们是直系 你还不是 所以你不必全都知道 才能赚很多钱 各位 我所知道的最快发展速度 是四天做到7500积分 有很多人在30天内 做到了7500积分 很多年前 我和贝斯做到翡翠接受褒奖 在我们前面上台的是一个年轻的单身汉 他也接受翡翠褒奖 而他加入这个生意的时间 只有六个月 刚加入的新人可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他要在第一个月推荐三个人加入 这三个人都在第一个月做到了7500积分 而且连续维持了六个月 要知道 如果你已经加入了六个月 你对这个生意的了解 要比他做到翡翠的时候多得多 肯定比那个四天做到7500积分的人多得多 也比30天做到7500积分的人多得多 所以决定收入的不是你了解多少 而是你做了多少 幸运的是伯特也把这道理交给我 我告诉他 我比其他人都懂得多 为什么我做得不够多 是因为我的脑子还没有想清楚 我觉得梦想这个东西只是那些领导人用来忽悠我的 事实并非如此 梦想这个工具让我成为自己最好的主人 怎么样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呢 真正的成功者能够挖掘自己最大的潜能 做到前人从未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他们才能达到成功之天 我们现在也走在了通往成功的道路上 我们要成为自己的主人 让自己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潜能 成为向到最后的成功者 这一点是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我要努力做到达成这个目标 我要比所有人更加努力 我之所以这么做 不是因为我自己很有天赋 而是因为我需要有一个梦想 一个我迫切想实现的梦想 这样我才能走出舒适区 真正提高自己 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列了一张名单 我觉得名单上的都是需要这个生意的人 擅长做这个生意 有可能想加入这个生意的人 这就是我的名单 到今天我和贝斯已经带出来几百个直系 我想其中一开始就想做这个生意的 可能有五六个吧 我们当初也不想做这个生意 听到这句话 你可能觉得意外 怎么你不想做这个生意吗 是的 我不想做这个生意 我加入了这个生意 但是不想做这个生意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我喜欢这个生意 只是不喜欢其中一些事情 我不喜欢做邀约 不喜欢讲计划 不喜欢做跟进 不喜欢卖产品 除了这些缺点之外 我觉得这是一个无比伟大的生意 我只是不喜欢做这几件事情 但是什么改变了呢 后来我明白 这个生意是我摆脱老板的途径 我只是不想有老板 我也希望得到杰里美杜斯的尊重 还有像他那样的成功人士的尊重 我工作中的同事 入不敷出 我不再在乎他们的看法 我关注的是成功人士 我只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 我希望得到他们的尊重 这些就是我激励自己发挥潜能的梦想 所以原先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都去做了 你们很多人都有孩子 也会经历这样的阶段 我们的女儿也一样 我们说你要做这件事 他说我不想做 你讲这个干什么呢 这个例子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呢 你说去讲计划吧 讲计划很不错 但是我不想去 你要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和做这个生意有什么关系呢 你有工作吗 你想去工作吗 不想去 可是你还是去了 所以工作你不想做 为什么你还在做呢 因为我要有地方住 有东西吃 有衣服穿 那就对了 你做不想做的事情 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问题是 工作并不一定能够让你得到想要的生活 不是吗 那为什么不选择另一件 你不想做的事情 你可以赚到很多钱 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我们要帮助人们想明白这个道理 我明白这一点后 我跟自己说我要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做到了我不想做的事情 我去做邀约 讲计划 做跟进卖产品 直到我们做到7500积分 达标直系 哈哈 可以赚到不少钱了 然后我发现我仍然不想做这个生意 但是我还在上班 我还有一个老板 所以虽然不想做 我还是继续在做 一直做到翡翠 我终于成为翡翠了 在生意中赚到的钱比我上班多三倍 我决定 不干了 我辞掉了工作 也不做这个生意 因为我不想做这个生意 然后我玩了一年 去打篮球 打高尔夫球 打排球 夏天去冲浪 冬天去滑雪 真是太好玩了 12个月之后 我无聊到发傻了 我实现了年轻时候的梦想 努力奋斗赚够钱 然后可以玩耍一辈子 但是我发现 我生而为人 不是为了玩耍一辈子 而是要实现人生目标 而且追逐这错误的梦想 让我感到无聊至极 我才发现 我要有所作为才行 那我要做些什么呢 我坐下来 把我可以做的事情 列了一张清单 我已经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 我想做什么都可以 我要回归校园 拿一个学位吗 不 我不想读书 我要回到原来的公司上班吗 算了吧 也许我应该做一个传统的生意 雇几个员工 有政府许可书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也算了吧 我把每一个选项都想了一遍 最后只剩下一件事情我想做 那就是做邀约 讲计划 做跟进 你看看 多讽刺啊 我当初去做不想做的事情 坚持到成功之后 我终于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是想了一遍自己想做的事情 最后发现 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当初我不想做 但是让我成功 让我能够为所欲为的事情 这简直是太疯狂了吧 现在人家总是问我年纪多大 哦 史密斯 你退休了吧 我教堂的人总觉得我已经退休了 因为我总是有时间做这个做那个 我也有一定的年纪 头发已经发白 他们都觉得我应该退休了 我怎么可能退休呢 我31岁的时候 试过退休的生活 但是我感到无聊到发傻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想退休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热爱我所做的事情 只要你愿意做自己不愿意的事情 坚持的时间足够长久之后 你就会爱上自己所做的事情 看看其他人眼中的光芒 看看他们的人生改变 他们的婚姻变得多么美好 孩子们得到父母的陪伴和教导 这些事情对孩子们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亲眼看到家长根本无法想象陪伴的重要性 这是我们走过的历程 如果你和我们经历同样的事情 相信你也会爱上这个过程 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选择这样走 我们一路上有很多朋友 他们建立了这个生意 就像我经历的过程一样 我要把这个生意做到足够大 赚到足够的钱 然后我就不干了 拿着钱退休享受人生 我们很多朋友是这样的 谢天谢地 他们梦想成真了 但是那种生活并不适合我 在你选择梦想之前 你不会拥有选择的机会 你有梦想 那可是幻想吧 要知道幻想不会让你有任何成就 所以你要有梦想 而且要把梦想变成具体的目标 如果你想做传统的生意 你要去银行申请贷款 银行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生意计划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生意计划 银行会觉得你不是想认真做生意 所以不会给你贷款 没有生意计划 你的生意就无法存活 既然你有一个生意 那你的生意计划是什么 你说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么你看看自己的梦想 你要知道目标就是梦想加上代价 加上期限 你把这些内容整理好 拿去和你的领导人谈一谈 他们会和你做一份生意计划 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生意的资本问题 在每年成立的小生意中 80%再成立两年之内失败 他们失败主要是因为缺乏资本 这一点与我们并无差异 只是我们所说的资本并不是钱 而是名单 我们的名单不够长 当初我苦苦思索 谁想做这个生意 谁需要这个生意 谁擅长做这个生意 这种思路是错误的 这样想的话 名单会非常短 而我需要很长的名单 怎么列名单呢 所有对我们隐约有印象的人 都可以放在名单上 我们由此开始 哦 我认识他 他是我儿子呢 一直到哦 这个人可能是中学的同学吧 这里面我们可以列很多名字的 其中有很多人 你给他们讲计划 他们会说 不错 我正想找这样的生意来做呢 你的工作不是说服他们相信 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生意 而是把这个生意介绍给他们 给他们一个拒绝的机会 而我呢 左思右想 选择的却是错误的人 我们要有足够长的名单 他们可以自己决定 做不做这个生意 我自己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我们的推荐人第一次举办聚会 但是我和贝斯没有受到邀请 伯特来主持聚会 结束之后 他问史密斯在哪里 萨姆说 我们没有邀请他来 伯特说 为什么不邀请呢 萨姆说 他已经赚够钱了 伯特说 我下周二再来 如果你不愿意邀请史密斯 那我去邀请吧 所以萨姆才不得不邀请了我和贝斯 事实上 我们是萨姆最容易邀请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想法跟他是一样的 他说 但下周二来不来 我们谈一个生意吧 我说没问题 时间地点 他说八点钟我家 我说一定到 就这样 我们的通话就这么简单 那个周二晚上 我们其实已经有安排 我跟贝斯说 现在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要去谈一个生意 虽然在那次 我拒绝了这个生意 但是我们对他 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事实上 在聚会结束之后 我拒绝了伯特 他开车 四个半小时回到家里之后 他给班姆丹斯打电话说 你记得丹史密斯吗 丹斯说 记得啊 伯特说他要加入这个生意了 我对伯特说不想加入 但他确信我会加入 在我自己想明白之前 他已经知道 我会加入了 他之所以知道 是因为我追到房子外面 跟他说我不会加入 他认为 如果不是想加入这个生意 我根本就不会追到房子外面 他真是太神了 我们第一次没有受到邀请 因为萨姆觉得 我已经赚过钱了 那天晚上来了25到30个人 我和贝斯是唯一既加入这个生意 又做到几百万规模的夫妇 为什么呢 因为萨姆看不透我的内心 我渴望离开企业界 我在寻找其他机会 如果你看不透名单上的人 怎么想 那就给他们一个拒绝你的机会 我想和你们好好讲一讲这一点 我们的时间不多 今天我讲话的重点就是找到那些拒绝和犹豫的人 最重要的是找到拒绝和犹豫的人 你的最终目标是一个很小的群体 他们是在金字塔顶端5%的那部分 或者想要成为5%的那些人 毫无疑问 我还不是5%那部分人 我想成为他们其中之一 你要寻找这些人 他们是少数派 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的想法 跟你们所有人的想法一样 哦 我的好朋友会加入的 我的兄弟姐妹会加入的 我爸爸也会的 我给他打个电话 告诉他是怎么回事 他就会加入的 我爸爸和别人不一样 他理解我 他是做这个生意的最合适人选 我都知道的 我们都会这样想 而且我们会犯同样的错误 这个生意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些名字挑出来 尽快找到那些会拒绝和犹豫的人 以免在他们身上浪费太多时间和精力 在此过程中 你会遇到很狡猾的人 他们虽然会说加入 但并非出自真心 他们加入了 其实不是真心加入 你会花很多精力 情感时间 金钱去帮助他们 建立这个生意 还有汽油费 路桥费什么的 然后他们露出真面目 他们要退出 那你所有的投入 全都是浪费 但是做生意 也难免会遇上这样的事情 你也不必哭天抢地 怨天尤人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 但是 如果我们尽早发现这些人 那我们就可以节省 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之所以要很长的名单 就是这个道理 找到那些已经认同你的人 他们只占很少数 我们看看这个问题 你推荐了新人加入 帮助他们做到直系 如果他们的生意 具有基本的结构 那他们每年可以增加 3万到5万美元的收入 每个月的业绩奖金是4% 最低每个月可以拿到1000美元 一年下来就是12000美元 他们拥有自己的生意 经营自己的生意 每个月1000美元 源源不断的收入 每年一共12000美元 10年累积下来 那就是12万美元 20年累积下来 那就是近25万美元 唯一的前提 就是他们能够做到 7500积分 他们不用自己带出直系 不用做到翡翠 只要每个月达标7500积分 25万美元 就是他们的了 为了赚到25万美元 为了每个月 源源不断的收入 你愿意接受多少人的拒绝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愿意马上就接受拒绝 应该怎么做呢 你要做邀约 我们称之为过滤器 我想把不合格的人 不愿意不符合资格 和我一起建立这个生意的人 过滤掉 我不会删除他们的名字 我只是知道 他们不想寻找其他机会 这个生意不适合他们 我首先想知道的 我唯一想知道的 就是他们 是否在寻找其他机会 很多人老给我打电话 发短信或者发邮件 他们问我 怎么样才能和一个人 确定时间讲计划 我想把生意介绍 给这个厉害的人 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唯一知道的是 我们要搞清楚 这个人是否在寻找其他机会 如果他不想寻找其他机会 不管他有多厉害都没有用 所以我们得知道 他是否在寻找机会 我们会问他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想不想找个机会 多赚点钱 这就是我的过滤器 我和所谓高管打交道 也会文周周的说话 我问他们 你要以此为终身职业吗 还是想转行 其实我应该问 你想不想找个机会 多赚点钱 我把这问题抛出来 他们可能会回答不想 也许或者想 如果他们说想 我就会给他们讲计划 如果他们的回答是不想 或者也许 那我就可以离开了 我说过 如果他们说不想 或者也许 那就不用再谈下去了 他们一般不会说也许 他们会说看情况 我喜欢这个回答 你想不想找个机会 多赚点钱 看情况吧 真的吗 看什么情况呢 今天星期几吗 外面天气吗 还是你太太的荷尔蒙水平 这是我们想要了解的吗 看情况 看什么情况呢 或者是想 或者是不想 看什么情况呢 所以我不会跟他们谈下去 我马上就把他们过滤掉了 如果他们回答想 我就会给他们讲计划 给他们讲完计划之后 他们会说加入 或者不加入 或者再看看 这也是很正常的 让他们做一些调查 再思考一下 我们给他们做跟进 然后帮助他们起步 这是基本的过程 我们让他们加入系统 你们知道 我非常推崇系统 系统作用非常大 能够教育他们 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态度 激发他们的渴望 我们都是系统的产品 我知道有些人看到这个系统 会说 我不需要这些东西 然后就退出了 有些人会说 我方便的时候会做到 我想做的时候 就会去做的 他们大多数情况下 就坐在角落里 自怨自爱 我们认识很多 做这个生意多年的人 他们没有很大梦想 也没有庞大的生意 但是我们爱他们 他们也热爱这个生意环境 喜欢自己的孩子 在这个环境里成长 这也是不错的回报 但是他们不明白 这个生意的潜力 但是有些人会说 我会每天听一张CD 我要参加公开义务讲座 我每天要读书15分钟 有聚会 我就去参加 开车500公里 我也会去 无论在什么地方举行 我都会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成为专业人士 就像人生中的 其他很多事情一样 我们的愿望 不一定在希望的时间内实现 俗话说 人生是不如意十之八九 所以我们要形成良好的态度 我不会退出 我一定要成功 我不会沮丧 我要成功 如果你有这样的决心 你就会有所成就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 我想跟你们分享 我们在明尼阿布利斯市的故事 就像其他生意一样 做这个生意也有同样的周期 进入一个地区 先要召集足够的人数 每个人都有圈子 他们可能住在三四个小时 或十来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地方 他们开车来参加聚会 坐在那里听我们介绍这个生意 然后很多人开始做这个生意 带动更多人加入 因为有些领导人 在其他地区举办活动 我们也不断扩大市场 忽然之间市场就发展起来了 然后到下一个地区 重复这个过程 明尼阿布利斯市 也是同样的故事 我们在那里举办了 第一次夏季聚会 在夏季聚会举办前一个月 伯特和杰基来拜访我们 给我们的团队做演讲 我们谈到过滤器 我们的想法是在一月之前 要做好过滤 此后那个星期 我和贝斯去德克萨斯州 给伯特的聚会做演讲 还这个人情 然后我们一起去参加夏季聚会 一切都顺理成章的发生了 过滤器的想法 他们给我们的挑战 所有这些想法 点燃了大家的激情 在此之前不久 我去听一场讲座 多年来 我一直难以理解 我女儿的一个做法 那次讲座 一下子让我毛色顿开 现在的孩子都不说话 真的不说话 他们发信息 我和女儿一起坐在客厅里 她却给我发信息 这事情好像今天就发生了 以前我一直搞不懂 只要可以不说话 我女儿什么都可以做 在我十几岁的年代 姑娘们都叽叽喳喳的 说个不停天天都在打电话 可是现在的孩子不说话 这一代孩子总是在发信息 不停的发信息 或者用各种不同的软件来聊天 那次讲座说 在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要认识到发短信的重要性 我给年轻人说 给你们的朋友打电话吧 他们可能会说 我给朋友打电话 他不一定接啊 因为他不想说话 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呢 那就换一个方法吧 虽然我自己不会用短信做邀约 但是我们可以教会 他们以日常惯用的交流方式 做邀约 我一下子全都明白了 在我们开车 从夏季聚会回家的路上 我女儿把手机递给我说 我应该怎么回这条信息 她在发信息 邀请别人参加聚会 我告诉她该怎么说 她编写信息发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 她又说 还有一条信息 不知道怎么回复 在这一路上 她都在发短信安排讲计划 到家的时候 她已经帮别人在爱尔兰的都伯林市 安排了一次讲计划约会 我灵机一动 我们可以教其他人 用这种方式做邀约啊 我发现 我女儿跟谁都不喜欢讲电话 因为她不擅长 把自己所做的事情说出来 所以她用发信息的方式 就可以与人沟通的很好 在这个年龄段 这是常见的现象 如果我跟她说 你要打电话 她说 我害怕打电话 电话打通 打了招呼之后 别人问有什么事 她什么都说不出来 那该怎么办 所以她从来不打电话 为什么不简单一点 用短信来做这些事情呢 她害怕打电话的时候 别人问她 无法回答的问题 如果发信息的话 她会知道怎么处理 她把信息给她爸爸看就行 让爸爸回答 这个方法真不错啊 我也可以这样教 刚加入的新人 怎么发短信 这样可以消除 做邀约的压力和恐惧 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团队里 推广这个方法 在实行的第一个星期 我们就做到了上千个邀约 有一个新人 在过去18个月里 他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在那五天的时间里 他做了118个邀约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他讲了11个计划 再下一个星期 他推荐了三个新人加入 他已经势不可挡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消除了 让他恐惧的因素 今天我想和你们总结的第一点是 发信息做邀约 确有奇效 你看看这个邀约 你想不想找个机会 多赚点钱 你们想一想 在你手机上有很多联系人 你想给哪一位讲计划 你把这个人找出来 给他发这条信息 如果你才刚刚加入 你想用这个方式 要约最好的朋友 那我建议你千万不要 在上个星期的聚会 我们有人这样做 他给自己的好朋友 发信息说 你想不想找个机会 多赚点钱 他的朋友回复说 想啊 可是你为什么说的那么借卖 像个机器人一样 孩子们 放轻松点 其实在他提出疑惑之前 我也没有意识到 这个问题 他应该这样说 兄弟 想发达不 或者说 哥们 缺钱不 好朋友之间 说话就应该 像平常一样放松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你可以说 我们一起喝个咖啡再说吧 就这么简单 比如说 你今天早上看到这个生意计划 现在 你就可以这样做 我们一起喝个咖啡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对这个生意不了解啊 你可以带上你的推荐人 到了咖啡厅 你介绍说 萨姆和我一起做这个生意 我把它也带来了 你有什么问题 他都可以回答 我们就是来聊天 这是任何人都做得到的 这个方法让无数人感到兴奋不已 我们就快进一下 说怎么做跟进吧 就像恐惧 让人们无法做邀约一样 恐惧也让人们无法做跟进 完成奖计划之后 我们又开始害怕了 天哪 要是我失败了怎么办 要是谈崩了怎么办 我看起来像个傻子一样 怎么办呢 这个生意听起来像个骗局啊 因为不符合传统的思路 好好读书 找份好工作 努力工作 成为人生赢家什么的 于是 他们慢慢说服自己 不继续往前走 很多年前 我们也一样害怕做跟进 现在世界一切都讲求速度 我们所有事情都可以在20分钟之内完成 我讲完计划之后 对方对安利公司的看法 对这个生意计划的看法 我都不感兴趣 还记得吗 我不想做这个生意 这不是重点 如果我们跟他们谈买豪宅 谈供孩子读大学 谈获得财务自由 谈夏威夷或者其他地方度假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他们的梦想 这也是讲计划的重点 在我讲计划结束的时候 我会说 那你要不要去夏威夷 你要不要保障退休之后的生活 你已经告诉我 你想去夏威夷 现在有梦想成真的方法 我承诺会投入时间和金钱 帮助你梦想成真 现在我唯一的问题是 你是真的想要 还是随便说说而已 他回答说 我是真的想要 在我讲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人 有没有人愿意像你一样 投入做这个生意 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 因为你做到了 我也做到了 我们都曾经想过 谁谁谁会想做这个生意 谁谁谁需要这个生意 谁谁谁擅长做这个生意 我们都这样想过 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把这个计划介绍给自己的朋友 你在其中能否找到三个 想做这个生意的人呢 有些时候你的朋友会说 可能吧 有些时候他们会说 好啊 我不知道你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我可以说 能 这是我们的真实经历 我们团队有一个人 我们帮助他起步之后 在两个星期之内 我们亲自推荐了二十个人 但是功劳不在于我们 而在于他把足够的人数 带到我们面前 所以我们才能推荐那么多人加入 他没有丝毫犹豫 具体的细节我就不说了 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找到那三个人 只要我们找到足够的人 介绍这个计划 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增加 每个月增加两千块收入 这对你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你会怎么用这笔钱呢 你会花在什么地方呢 希望你们为这额外的两千块收入 而感到兴奋 现在你们有手机吗 找到你刚刚想到的那个人 给他发一条短信说 你想不想找个机会 多赚点钱 看看他的回答 我再教你们怎么回复 你自己连想都不用想 这个方法真不错对吧 我们马上发个信息 试一下吧 马上行动起来 增加一点紧迫感 这样我们才不会给恐惧吓到 恐惧在行动面前 也会黯然失色 我们把这个方法 介绍给我女儿的其他朋友 他们都觉得很有用 能够消除了他们的恐惧 他们会马上出去讲计划 你们也要寻找这样的人 你们要寻找有志于成功的人 也许你要过滤好几个之后 才会找到这样的人 但是当你找到之后 他们会采取行动勇往之前 如果你找到了这样的人 他们会成为你生意机构的领导者 在未来几年里影响几万人的生活 这不是因为你最聪明 也不是因为你最厉害 而是因为别人给了你成功的机会 而且你也做出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